彰化站台浮選 在台上講得激動 不過卻被發現 前方居然有兩台 超大型的巨型讀稿機 播放的字體 甚至比臉還要大 就連蔡總統在肇事場合 對選民說 大家說對不對 這都是照著讀稿機面 讓民眾直呼真的太誇張 蔡總統到彰化浮選站台 台上講得慷慨激昂 但這視角曝光 讓人大驚呆 我要做總統一來 你沒看錯 台上左一個右一個 兩個航母級超大 讀稿機環繞包圍蔡總統 一幕上比臉還大的字體 不斷跑出來 總統照著上頭 一字不辣念出來 連帶動氣氛的 大家說對不對 都照念 這幕讓民眾傻眼狂問 總統怎麼會這麼誇張 離譜的 這個應該像競選海報了吧 肚子有貨的話 講得出東西出來的人 就是有料 就是有能力 還需要看嗎 對比過去小英剛當上總統 用小台讀稿機 現在卻是超大櫻幕 我有嘲諷 總統當越久 讀稿機越換越大台 蔡英文連說話能力都沒有 講完知道自己說了什麼嗎 專家說各國領袖 只有在中大場合才看讀稿機 像蔡總統每一場 必看讀稿機 全球少見 但也有人說 別太苛求蔡總統 我對他看讀稿機 我真的還不會太苛求他 因為一個人 有一個人的本事 他的本事就是 嫌棘能騙到選票 當上總統的狂看稿 想選總統的直播拼命稿 柯文哲專訪師被要求 要先念咒語才能吃飯 差點被搞瘋 想選大衛的什麼都得做 已經舒服躺在大衛上的 似乎只要有讀稿機 什麼都不用做 就要先念咒語才能吃飯